貨櫃車跟腳踏車幾乎同時起步 但是貨櫃車準備右轉 駕駛完全沒有注意到 右方的這輛腳踏車 一個轉彎將腳踏車撞倒 乃騎士倒地之後被車輪給撵過 仔細看貨櫃車的車體還震了一下 警消趕到現場處理 腳踏車騎士的頭部被撵壓 失血過多 當場死亡 腳踏車比較低 他可能在位置在出駕駛座那一車 他沒有看到腳踏車 死亡車禍就發生在彰化西湖鎮 東環路跟西環路口 當時腳踏車就停在貨櫃車的右側 停等紅燈 等到綠燈時 腳踏車疑似要執行 但是貨櫃車駕駛沒有注意到 兩車發生碰撞 騎士當場被貨櫃車的右前輪給撵壓過去 主要是視界視角跟內輪差 應該主要是這個部分 所以才會倒地這間殭屍部 貨櫃車駕駛是61歲的零姓男子 九側只是零 他說當時沒有注意到腳踏車 撞擊之後覺得好像撵過東西 下車查看才發現撞到人 不過死者身上沒有帶任何證件 警方表示大約是五六十歲的男子 目前已經採集指紋比對身分 不過大車容易有視線死角 轉彎的時候也會奏成內輪差 警方提醒千萬不要和大型車輛並行 以免發生意外 記者林正恩 陳不輝 彰化 採訪不到